融资的脚步稍稍放缓 比特币生态赛道依旧是挖底 比特币持续拉升风险加剧 短期回调在所难免 不过通胀率却一直在下降 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值钱 谁说拥抱比特币是个错误 萨王的总统Naib 用实际行动打了众人的脸 比特币牛市正式开启 发展中国家开始布局比特币赛道 巴西南非纷纷入局 币安因快速成长而失败 新上任的CEO将怎么走呢 Chair的GPT引发AI市场 世界各国要发动AI战争吗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2月5号星期二 别人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来看数据 接着到今天中午12点 比特币价格是41,700美金左右 可以说随着最近几天持续的拉升 大大提高了大家对未来行情的期待 不过我们看一下日线指标 RSI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超买现象 意味着大家的FOMO太过热烈了 同时42,000也是上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 因此未来很有可能会有一波向下的调整 下方支撑位是37,900美金 如果能到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超底的价格 就像我们常说的 风险是涨上去的 而跌才是利润 现在在高处 短时间就不要再去接盘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目前还没有开采出来的比特币 只剩下100多万个了 那么随着比特币逐渐的被开发出来 它的通货膨胀率还会不断的下降 根据比特币的链上数据 目前比特币的通胀率在1.82%左右 相比于三个月之前的2.225%已经下降了不少了 那么根据目前的速度来看 通货膨胀率还会不断的缩小 加上明年的减半 很可能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0.8%以下 所以未来比特币会越来越稀缺 越来越珍贵 大家一定要拿好你手中的比特币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融资情况 NRT的优势公司Endless Cloud宣布完成了250万美元的战略融资 总部位于阿联酋的金融科技公司Flow48 已经在A轮融资当中获得了2500万美元 同时深城市的AI的初创公司Together 在A轮融资当中筹集了1.025亿美元 可以说相比之前的现在的融资机构少了许多 大概率是在之前的熊市当中 在投资方面已经布局好了 所以现在浮出水面的机构并不太多 不过当前市场上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投资比特币平台的机构好像不是太多 这只是表面上的数据 而我认为说 如果机构们没有在布局比特币的话 全网算力可不会出现一个陡峭式的增长 而这些机构的布局 我相信大量都是匿名悄悄的在压住 好 请您点赞 我们来把您梳理24小时 您必须关注的加密赛道的新闻 我们很久没有聊萨尔瓦多了 他的总统叫那伊布布克尔 他在21年的9月份 正式把比特币列为国家的法定货币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萨尔瓦多总统才是比特币世界真正的英雄 因为他是打开潘多拉磨合的第一人 而且那伊布布克尔在21年到22年期间 它是以40594美元的价格共计买入了3062枚比特币 总计投入成本大约是1.24亿美元 不过大家都知道21年比特币是由牛转雄了 所以萨尔瓦多均价4万多的比特币妥妥的被套 所以布克尔长期以来受到了很多 来自于萨尔瓦多民众的冷嘲热讽和质疑 大家都说他举国炒币是个大傻子 一买进去就跌等等 不过对于这些嘲讽布克尔始终是置之不理的 直到今天比特币没有让布克尔失望 删了所有嘲笑他的人以及响亮的耳光 The Bitcoin system is so perfect 近期比特币不断刷新2023年新高 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莱 日前发布的推特称 萨尔瓦多截至目前的比特币 投资净利润为360万美元 总收益率为2.84% 在成功扭转局势之后 布克莱也不忘对那些曾经嘲讽他们的人 环以颜色 他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记者 他们就应该用此前报道我们亏损的力度 来报道萨尔瓦多实现盈利这一事实 是的 萨尔瓦多赚钱了 这位比特币总统的持仓已经有利润了 现在这个事必须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为了持续推动比特币在萨尔瓦多的发展 布克雷已经在10月26号正式登记 为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 参与明年2月份的连任竞选 而且上周请了半年的假期 要好好准备总统的大选了 如果他能成功连任的话 他将再继续执政5年时间届时 这位总统将如何进一步推广比特币 如何发展比特币债券 如何发展比特币城市 我们将拭目以待 如果机会合适的话 我会亲自去一趟萨尔瓦多 带大家去逛一逛心目当中的英雄诞生的地方 这两天大家看到比特币突破4万美金了 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点20分 比特币的价格最高是42300 领跑大盘的同时也带飞了整个行业 大家看到连萨尔瓦多4万多均价的持仓 都盈利转正了 那持有174530枚的微策略 它的持仓盈利超过了18亿美元 并且股价突破了520美金 市值超过了75.3亿美金 创下了202年1月份以来的最新的高度 大家看全球最有标杆性的两个公司 都因为持有比特币和加密资产挣了很多钱 那你想发展中国家能不开始发力吗 伊坦联合银行是巴西资产最大的银行之一 也是拉丁美洲领先的贷款机构之一 最近这家银行推出了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服务 作为银行投资平台的一部分 伊坦联合银行的数字资产主管古托安图内斯表示 伊坦首次推出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加密货币交易 未来银行还要添加更多的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除了伊坦BTG Pacto和桑坦德银行巴西分行在内的 巴西最大的银行也正在招人 为全球范围内推出名为Drexys的巴西数字雷尔做准备 除了巴西之外呢 南非监管部门也表示说 在年底的时候要发出36张合规的加密资产运营的牌照 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南非金融监管部门握着多少个申请吗 128份 这其中选出36个公司来发给牌照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牛市开启了 还是看到的是整个价格还会在飞涨 我告诉大家应该看到的是国家级的选手入场了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替身文学3能不能替代4呢 AI之争就是前沿科技之争 压住AI概念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在币安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之前 大家都认为说对币安的处罚 应该是整个加密资产界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什么时候飞过来不知道 那大家现在尘埃落定了 CZ交了40亿美元的罚款 最后引救辞职 算是保住了币安 那值得我们考虑的是 今后币安的发展和转型 对于整个加密产来讲 究竟会有怎样长远的影响 那么现在市场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新上任的CEO理查德腾的身上 他会如何掌控币安 币安的方向又会在哪里呢 这未来就得看理查德腾的能耐了 近日理查德腾展现了一种 乐于面对挑战的姿态 他表示将结果接力棒 推动币安的成长议程 同时与全球监管机构紧密合作 理查德腾进一步指出 此次的和解是币安对其 自2017年以来快速成长过程中 出现的错误所付出的代价 并且强调尽管早期存在合规问题 但该公司始终将用户资金的完整性 和安全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他还认为和解之后 近月来笼罩Binance的阴影 正在逐渐消散 在理查德腾接任CEO之前 CEO曾经用四这个手势来安抚社群 避免恐慌不确定和怀疑 这个手势似乎也预示着 在合规的路上的坎坷的经历 而新上任的CEO对三情有独钟 为什么是三呢 他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三代表着他领导有三个重点 用户安全和web三 和赵长峰不同的是Rechard 10 一看就是一个合规人士 言谈举止重规重矩 身上有透露出一股合规的气息 那我们就希望Rechard 10带领头部的币安 在合规的路上可以走得更远 上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现在整个美国硅谷 没有人在谈论web三了 都在谈论AI的赛道 AI的创业 一个PPT就能够轻松的融资 所以说上次整个web三上面 AI概念币的大爆发 还是因为web二对于AI的一个影响力 但是我们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 AI的概念币除了概念之外 还是概念 其实没有什么卵用 所以如果你要玩AI的概念 就得清楚 当今世界上对于AI的一个看法 哪些国家再布局 AI的未来方向又会细分到哪个领域 最近有两个国家就围绕着AI 开始了芯片之战 目前美中科技战正持续延烧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近日呼吁国会议员 西股盟国阻止中国 获得对国安至关重要的 半导体等尖端技术 他还点名AI芯片大厂英伟达 强调国家安全比赚钱重要 此外国商务部在10月发布一系列 对中先进晶片出口管制禁令 包括限制用于开发AI的晶片输入中国 以防止中国将这些芯片用于军事目的 例如要求辉达 禁售A100等芯片给中国 连高级游戏显卡GeForce RTX 4090也被列入管制范围 据说现在在边境上你走私一块芯片到中国转手就是200倍的利润 看来大国之间的博弈说到底竞争的是什么还是科技实力啊 如果没有金刚钻官是靠嘴硬可是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迟早是要爱打的 但是大家要记住落后不会爱打 野蛮会 好来看大世界 据官方公告 币安闪对交易平台已上限AEUR新资产 用户先可将AEUR兑换成BTC USDT或闪对交易平台支持的其他代币 兑换免手续费 据官网显示 Polygon Bridge现已接入OKX Web3钱包 用户可以通过OKX Web3在Polygon Bridge进行资产跨链接交换 据数据显示 Solana总所仓量回升突破7亿美元 再创2023年以来新高 加密交易所Crypto.com宣布其已被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授权为电子货币机构 获得EMI授权后Crypto.com将提供一套英国本地化的电子货币产品 PancakeSwap官方在X平台发文表示 有880万8741枚CAKE被销毁 此次销毁价值约2100万美元 在加密事业当中 怎么保管自己的加密资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两种方式大家可以选择 一种叫自我托管 另一种叫第三方托管 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 谁控制了你的地址的私钥 第三方托管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 或者受监管的机构 为用户提供某一种保险或者是担保 但是这种第三方托管 通常需要进行非常严格的KYC和反洗钱的流程 知道你的资金的来源才能给你进行托管 而自托管是一个和加密货币本身一样古老的概念 在中心化交易所出现之前 你要获得比特币之类的资产 唯一的方法就自己挖掘或者点对点的直接的转账 私钥自己控制安全自己负责 那么现在有很多服务可以直接使用法定货币 从很多自托管钱包当中去购买加密货币了 这是在交易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点赞转发或者是评论我们的频道 在这里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带领所有的会员朋友 在资产后面加个零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